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熊 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应着整个社会新增150万个就业岗位 女的开直播,饿了点外卖,男的送外卖,闲的看直播 这虽说是网络上一个段子,但仔细想想 只有何尝不是当前经济环境现状和就业情况的缩影 稀缺的优质就业岗位,倒逼大多数的年轻人 不得不在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和自由职业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要么送外卖,要么在家待,可能是大部分年轻人的无奈选择 虽然残酷,但至少比我们之前聊过的烂尾瓦桥 可以确认的是就业已经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之一了 当就业问题出现的时候,参考全球经验 其实解决的办法无非三种 增加岗位,延缓就业和削减人口 增加岗位是三种方法里最难,最不切实际的 我们的社会现在如此大的就业压力 并不是我们今天做错了什么 而是在还18年,甚至二十几年前的人口债 还是举例来说,2014年 我国出生人口是1593万,全年净增761万人 而05年出生人口是1617万人 净增长了又是将近800万人 18年后的今天,当年的新生人口陆续成年 逐渐的走上社会 我们是为了满足04、05年新增的这些人口 就要新增将近1600万个就业岗位 同时由于延迟退休 本可以腾出来的就业岗位 又被强行拒了五年 这还不算科技进步 效率提升所带来的劳动力淘汰 即便是我这种粗糙不严谨的计算下 保守估计每年我们也需要新增超过1500个的就业岗位 能勉强满足社会的需要 那1500万工作岗位是什么概念 人社部曾给过就业和经济相关性的关系数据 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对应着整个社会新增150万个就业岗位 也就是说,要满足1500万新增的就业需求 我们的GDP就需要达到10%甚至更高 但凡懂点经济形势都知道,这根本不可能 不是我们不想做呀,而是真的做不到 增加岗位不行那就一把 延缓就业有效吗? 有效,而且在这之前都非常有效 高效扩招这些年的实际感受大家都清楚啊 我也就不赘述了啊 但是,高效扩招在当年有效 不代表在今天仍然可以解决问题 当年有效是因为当年我们的经济可以快速的反弹 通过4-5年的时间 我们GDP重新回到并且长期维持两位数 并且在那个教育相对匮乏免贷 投资教育真的可以带来极大的收益 但是今天则完全不同 且不论学历贬值 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逐日的递减 就说扩招所能容纳的就业人口 对于经济衰退带来的岗位缺口来说 只能说杯水车信呢 更直白一点说 就算现在所有的高校把大门敞开 把考研门槛降低 把本科从4年变成5年 也无法解决就业问题 增加岗位不切时机 延缓就业难以为继 削减人口就成了唯一的出路了 马尔地萨陷阱说 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的增长的 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数级数增长的 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 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 这个理论放在当今的商业社会也是无词 当就业岗位以算术级增长 而就业人口以几何级增长的时候 多增加的人口就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 最终实现一种对意义上的平衡 在战争年代我们通过肉体消灭 在和平年代我们通过自我绝育来消灭 日本就是最好的历史 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 经济增速从8.4% 几年期间迅速滴落到负数 但随着经济衰退带来的是进入的少子化时代 1993年日本人口是1.25亿人 30年后的今天日本的人口还是1.25亿人 人口总量不增不减 但是这10年日本国内的经济却在小步慢跑的增长 就业岗位也在逐年新增 此消彼长最终在今天实现了相对意义上的平衡 从逻辑上我们的未来可能也是如此 经济上是每年3%到5%的增速 人口上是逐年的衰减 最终在某个时点实现平衡 但是这个时间是10年20年还是30年 谁也说不好啊 而过程中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只是为了让这个进程加速 让这个进程中的我们没有那么痛苦而已 那这个过程中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从工作生活和家庭三个方面分析啊 工作上 虽然现在很多人抱怨内卷 但是摊考日本的经验啊 我们可以说刚刚迈入内卷的大门 并且这样内卷的日子在未来会是常态 日本的匠人精神都知道啊 那未尝不是一种刀刃向内的内卷 但匠人精神出名了 我们的未来也是要卷啊 但是要卷技术卷市场卷渠道 而不是单纯的卷体力 生活上我们这代年轻人的人生很有可能会面临着先甜后苦 所以尽早规划后半生尤为重要 不夸张的说过了30岁就要为自己60岁以后的生活做打算了 趁着现在的光景啊 还算过得去 趁还有精力能力提前给自己留一条甚至多条后路 家庭上啊 虽然都说不生 不希望孩子面临和自己一样充满压力的人生 但其实反而当前的新生儿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一代 我们这代人的职业生可能赶不上实现平衡那一天了 但他们可能会迎来经济真正意义上的拐点 尽早的为子女普及职业概念 看准方向 着重培养子女的专项技能 以求在未来拥有更强的竞争力 我知道啊 很多人少年时啊 躊躇满之 而现在很难接受自己将艰难且平庸的过完一生 但逢堂易老 离广难逢啊 时运不计之时乐观且充实的活着 也不失为一种成功 就业岗位影响人口 经济又直接决定就业岗位 当前所有的一切苦难都是经济下行的表现 昨天跟一朋友聊天 他是做少儿医院培训家器材销售等相关工作的 我跟他交流过 也听过两次他的分享 在这个领域是非常专业的啊 跟我说他最近呢一直在调整方向 整个行业都不行了 一个是用户少了 一个是销售下降的特别多啊 知名品牌下降都超过70% 相当恐怖 邓同学说 不知道你们现在主推方向是不是有所调整 从去年到今年乐器培训死得很惨 以钢琴为主的包括打击乐啊 各种培训吧 只要是艺术的少儿培训都死得很惨 包括知名品牌亚马哈钢琴所有的钢琴啊 都掉了80%以下 这些行业都是小行业 中档的亚马哈掉了7% 80% 再往下一档的是海河 珠江海伦掉的更多呀 往上的斯坦威 昨天去那南京啊 我们那边一个合作伙伴 说斯坦威也掉了70% 生意好坏啊 跟你做的这个事情的年龄段有关系也没关系啊 本质上它是不是钢需是关键的 钢需就会好一些啊 不是钢需做什么都不行 现在经济危机或者经济下行 凡是非钢需的东西一定都会越来越不行啊 如果你有线下电啊 能维持就坚持 如果再亏钱赶紧的关掉 想都不要想啊 我也关注教育相关的产业 这些年呢 做教育培训相关的朋友啊 他们日子几乎都很难过啊 除了政策啊 疫情之外 意志类的 拓展类的 少儿类的 艺术类的等等 这些本质上其实是非钢需啊 而且还蛮贵的 在经济好的时候 这样的培训呢 这样的啊 高科单价 大家还愿意去买单啊 现在经济不好了 优先砍掉的就是这些啊 素质教育 我个人认为本质上是非钢需的啊 现在做素质教育相关的压力都非常大 好多都倒闭了 我在一个教育相关的老大群里面 也时不时的参与交流 他们的反馈也是一样的 下滑非常的严重啊 如果说培训类和乐器行业的 是小行业的话啊 那说个大行业啊 前几天跟一个做快销品的朋友聊天 他一年大概30亿左右的盘子啊 他说2023年还没有什么感知啊 我们还在高速增长 对快销品呢 没什么影响啊 毕竟刚需一些啊价格实惠 今年2024年快销品也受影响巨大 非常的明显啊 增长乏力 关键是看不到变化的转折点 这个更让人有压力 还有一个朋友 他说前两天跟某券商开会的时候 看到一个报告 餐饮行业整个生态供应链 产品油盐降醋茶啊 几乎无差别的下降30% 部分高中低啊 整体下降 这个很吓人呢 做乳业的朋友说了啊 他们的高端产品呢 也卖不动了 他们做大众的消费产品 大家没信心了 这个很要命啊 估计有信心的也被吓坏了 都开始怀疑自己是大家错了 还是自己错了 昨天跟一个朋友通话啊 他做的生意比较大 受现金流和政策影响大 和我说啊 在坚持下 政策马上来大放水 马上来 我在想 我们是不是不要再迷恋任何的政策 做好收入长期缩减的准备 如果快销品都这样了 我们还心存侥幸 是不是有点过呀 现在所有的非钢区都是泡沫啊 都在破裂 不是已经破了 就是在被破的路上 关键是现在刚需都在更刚需的路上